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是 板娘板妹聊創業 很多粉絲在我們之前的YouTube影片底下留言 很想要了解板娘跟板妹如何創業這個過程 然後想要聽兩位分享 是不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我這樣子本人創業已經幾年 這個Ans的牌子已經18年了 一開始買了太多的東西 放不下我就想說那時候Yahoo拍賣剛開始 馬上就想說我要二手把它買掉 換成錢 然後有了錢 我再去買新的 Yahoo 現實環 有點像現在的蝦蜜 就是賣二手物的感覺 我沒有所謂的就是資金 我的第一桶金就是我賣我的二手東西的那一筆錢 好像也才幾萬塊吧 然後我再拿那一筆錢喔 就譬如說好隨便五萬好了 我就想說喔這樣喔 那我再去披衣服 就是我一開始並不是做鞋子的 我再去披衣服 然後披了衣服之後又有第二桶金嘛 然後因為鞋子的成本很高 要賣鞋子不是那麼的容易 所以呢你要有一筆資金之後 你才有可能創立一個鞋子品牌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製作鞋子的成本很高 還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那怎麼會想要選擇設計女鞋 這根本不是選擇 那這是一個 那個小白兔霧霧從臉的故事 因為當初衣服的牌子會比較多 現在其實也是啦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個品牌 要讓人家能夠記得 鞋子呢你在網路上講得出來的牌子 其實並不是那麼多 然後要口碑要好 要大家喜歡的 其實你大概十個手指頭數個歪 就選擇寫的 但後來才發現其中的美角才太多 所以當初沒有擔心太多 你跟我相處了幾年應該也知道 就是 沒有在想太多 整個特質剛好是想反的 一個是完全不想 一個是想比較多 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到底是完全不想想一點 我聞到了濃濃的火藥味 板妹看著姐姐這樣創業過來 然後經營的過程中 你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跟她實際年齡差了七歲 她在創業的時候 我應該才國高中生的年紀 我20你是13欸 對 國一 國一 要這樣子揭穿自己的年齡嗎 所以我們情侶那時候是 差距七歲 我覺得差距蠻多 就等於她已經在工作的階段 但我那時候是在求學的時候 老實話我到 大二以前 我沒有在管她 就是創業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們兩個的感情 就十分之破裂 因為她就很看不順眼 我想說 你都在那邊跟朋友 我同學出去玩 大一大二的時候 都在忙戲學後後設款 所以我私人的業務就是很多 然後她就想說 都沒有要幫忙嫁離 然後她就非常看不順眼 那等到我後來 可能就是你知道 大二的時候 可能開始 想賺零用錢 對 我那時候是契機 是我要準備賺零用錢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要去打工 然後她那時候就想說 嗯 我要不要來修圖 因為我個人那時候是 上架又要修圖 然後還要拍 對她要拍照 上架 修圖 回客服 出貨 就是她是一條龍的 一條龍作業 然後我是 我是修圖嘛 然後原本是以那個 一小時實行祭費 不知道她哪來的靈感 就後來就會覺得 我好像在通過一點時間 因為這樣算比較多 後來她就改成 我們一張祭費的方式 伴娘講求的是效率 我覺得 我加入進去之後 讓我訝異的是 她對數字的能力 我嚇壞了 我原本以為她好像也不會算 畢竟我加入公司 應該是十年左右 我才正式進入 然後我原本以為 這十年的運牌 應該數字是上軌道的吧 殊不知我進入了解之後 整個自己都嚇壞了 反正她現在還在懷疑我訂價啊 直到現在 直到現在我們每週都還要 賣錢 然後我覺得在十年這樣看 她把自己形容成小白兔 我覺得算 蠻合理的 就是創業界的小白兔 因為她就是 誤打誤撞 然後沒有去看那些成本 沒有去看那些稅 或是沒有去看那些報表 我覺得她才能活過這十年來 就是我覺得 創業的特質是 團隊裡一定要有一個人 不能想那麼多 就是要各天派 然後就覺得我們可以的這種 然後我覺得我就是 我的個性是 非常不適合獨立創業的 就我很簡單 你會直接關閉 對 像我們兩個是 所以我們兩個是強烈對比 就是她是一個創業特質 可是我覺得我的特質是 就是適合當作人 就是我會給你一些提醒 我會給創業的那個人提醒 可是我不適合當一個頭 就是創業的頭 但你的特質 就會憂鬱症加早癒症 我覺得有一個迷思 就是為什麼有人想創業 因為她想要 不要朝九晚五 她想要自己過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是一個創業者 你就沒有下班時間了 你不會像現在這樣 喔我知道六點下班了 耶 可以去看電視 可以追劇 可以幹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創業者本身 你沒有上班的時間 或下班的時間 那些都是你自己決定 所以 你說我六點之後 沒有在用公式嗎 還是要啊 就是 紅小孩一邊睡覺 一邊還在用啊 就是沒有一個界線 你朝著自己以後 你的二十四小時是模糊 對 因為譬如說 就連我們出去玩好了 她一樣也是會 要分享 然後拍傳達 然後寫分享文之類的 那那些其實就是 是你的生活休閒時間 但是她必須融合你的工作在裡面 那你願不願意 對 如果你是願意 那就可以 如果你是願意 那就可以 創業 因為你會發現 你創業的過程中 你必須犧牲掉你很多生活的事 沒辦法下班 對 你沒有辦法下班 那這個東西 一定要是你真正喜歡的 怎樣 到真正喜歡 就是 你想到這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放完假 回來 想到這東西的時候 你是 越越欲試 你就是想說 喔我要 喔嘿嘿 我明天要上班了 要工作了 耶 這樣 那如果是 嗯 啊 一個禮拜 然後再回去那海邊喔 嗯 就表示那不是你的真愛 本身們提問說 就是在這個創業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會不會有遇到低潮或瓶頸的時候 畢竟我也十八年了嘛 我十八年經歷過幾十次的訪問 人生最害怕人家問我的一題 因為我的答案都會讓人家 就是冒冷漢 想說 蛤就這樣嗎 因為我的答案就是 好像對我來說 沒有真正的低潮或困難 因為我就是個性比較 樂天跟樂觀跟正向 充滿正能量 爆童 然後就覺得 這個解決就好了 OK可以的 這樣 我個人是跟他相反 完全相反 因為你崩潰很多次 對啊 我一路上都是有不同階段的崩潰 然後我覺得 應該是說 我覺得困難跟挫折 他是一個成長很好的一層杯 但是他說完全沒有 我覺得是那種 對啊 就是我只能剛剛給人家說 抽筋然後誰啊 他自己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但我覺得 有可能我是那個 就一方面是我個性比較 急了中天 再加上我可能會擔心的比較多 所以我會覺得那些困難 就是會比較嚴重 對 然後但是有另外一個特質 就是我其實是幫你在善後的一個角色 目前我們在公司 可能快十年的一路上 看到公司遇到的比較大的困難點 我覺得一個是 轉型 從拍賣轉型到購物平台 然後我加入之後是從購物平台 轉型到就是現在的 有官網有門市有APP這件事情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 在這段過程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在轉型的過程 我現在回鄉起來很立志 因為最近比較少會回憶起當初那個 拍賣賣二手的那一個階段 但是你想喔 那一個階段我可能就是得到兩萬塊 兩萬塊 但是我們現在的年營業額是 所以兩萬到幾億 雖然我們花18年 但是其實你只要默默的 真的有在做 持續跟堅持很重要 你環境變化的時候 你要跟著去改變 而且現在最新的 比如說拍這個影片 那什麼意思 拍這個影片 新穎YouTube 對 然後還有社傳啊 對 所以我們是一直在跟隨這個 就是大家消費者 大家在哪裡 我們就在哪裡 我們一直 與時俊敬 是不是這樣講 對 那你們覺得在電商這個領域生存的關鍵是什麼 馬上第一個反應絕對是 應變能力 其實不管是電商 我覺得你就算你是一個上班 你要在職場生存 或是你要在社會上生存的話 你一定要有應變能力 那好 那我切回來到主題 電商如果是關鍵字的話 我覺得應變能力要更強 因為其實電商跑得很快 通常一般普通的企業 大概七年會有一個轉變 可是電商的話 大概三年五年甚至一年 都會有新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電商的應變能力 要比其他的產業還要再更快 兩位是怎麼分配彼此工作時間 對我來說 他就是融合在一起 沒有在分組的時間 我好像不會有特別的切割 我只有 人在海裡面的時候 我只收會斷訓 我就想 耶 我現在沒有人傳信息 完全的獨立 但或是你在海底上轉機 沒有辦法收訓 只要有收訓的地方 舊舊會在工作 反昧其實是工作狂 所以要把我網路斷掉 他比我還要嚴重 因為我是被他追殺的那個人 我一整天的話 大概來公司一個禮拜會兩天 然後其他那種在幹嘛 其實我都在遠端 我都是在遠端跟用手機 所以還是一切有在掌控之中 還是有在工作 但是其實一整天的時間 因為我本人要減肥 要健身 然後還要養小孩 還要動小孩 還要睡覺 所以比較零散的時間 主要的分配是 早上的時候 我會整理家裡 然後跟送小孩上學 接著就去運動 然後大概到 2點到7點是上班時間 就是真正處理公事的時間 然後7點之後 小孩回來了 如果他們沒有太煩我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處理公事 然後一直到睡覺 他們大概11點睡覺 就其實也是大概8小時的處理公事時間 只是我同時可能會再做別事 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從事這一行 會覺得還算幸運的 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事業上班族 我一定要開電腦談工作 然後我有小孩要照顧 我就沒辦法這樣子 其實現在變蠻發達的 因為今年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其實現在已經在用遠端作業 欸我們最近有一位同事要生了 他就是待在家裡待產 一個月就是遠端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彈性緩衝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科技感越發達 然後我覺得對女生的後來的工作生涯 也會有慢慢的改善而已 接下來請板娘板妹跟我們介紹 你們覺得什麼樣的人適合創業呢 我覺得你要創業首先 第一個最重要先進的條件 就是你一定是要一個樂觀跟正向的人 千萬不能負面消極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你要有安排自己時間的能力 就是因為你沒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 所以你要自己能夠接受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還有兩樣 一個就是獨立有組件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沒有主要的想法的話 你都會在游移模林良克 那其實會對你自己要創業的項目或是產品 信心力他的能量就會變小 所以我覺得獨立有組件是一個創業家的特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要對你的創業項目保持熱情 這個熱情我覺得他是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 那不是會被年齡綁架 不會對你做這件事做好幾年 而就沒有熱情了 就譬如說我們今天已經做快要18年的鞋子 可是我們對鞋子的研究 如何可以突破更舒服 如何可以更好看 或是怎麼樣的改變 這樣也算是好奇性 對這算是好奇性 我會好奇說怎麼樣會更好的 你要一直覺得怎麼樣會更好 我覺得好奇心很重要 因為其實好奇心就是會引發你熱情的地方 當你一個人有好奇心的時候 你才會去想辦法說 喔我想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我好奇這個怎麼做 那相對你對這件事情就會連帶著熱情 對 今天相當的感謝板娘跟板妹跟大家分享 一路創業過來的歷程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我們每個月的15跟30號都會上影片 那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沒有 我每一次最愛看這一段了啦 你不要不要再叫我講啦 你這樣好慢 這樣好慢啊 我想說這兩個好合法 我們要取消這一段啦 XX還不然有抽獎小禮物大放送 不要出國喔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